這名成績男子實際是惡行不斷 之前的朋友跟他借錢不還就算了 現在還被爆料說呢 過去曾經四度盜領別人的中獎發票 把別人的小確信給偷走 凌晨時間的十字路口 兩名男子上演全五行 黑衣男隨手拿起雨傘就朝對方猛攻 回衣男左閃右躲 直到雨傘頭尾都肢解了 才肯罷休禮去 釋放就在台北市的士林區 夜姓男子手頭緊缺生活費 猛瞻想起自己之前借了誠信朋友2000塊 而被討錢的誠信男子明明欠錢不還 卻不滿對方討債 直接先動手攻擊 還將人壓制在地 一旁誠信男子的朋友 綽號霸王的男子 健壯意氣相挺 拿起雨傘揮舞攻擊 導致被害人多出受傷事後 報警提告 然而男子他並非是首次犯案 其實過去就曾經多次盜領別人的 中獎發票 他在臉書上看到朋友喜滋滋貼出的 中獎發票照片 就偷偷用綁定自己銀行 賬戶的對獎APP 掃描發票上的QR Code 讓現金流入口袋 被害人領不到錢報警處理 他用相同手法 詐領四次不法獲利2400元 民眾如果將他人PO在網路上的 發票照片 透過其他方式對獎並領取 將構成刑法詐欺罪 最重可除五年下有期讀刑 專性男子缺錢 卻不好好工作賺錢 一下詐欺 一下傷害 這下通通遭到檢方起訴 恐怕又得背上兩條罪名 記得搖頂列 和頂台北報導